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娱乐圈大瓜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也不知道是不是娱乐圈中的各路大神们集体进入了水逆期 好家伙,一个两个的,正先爆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绯闻 前有郑爽冒了天下之大不韦,跑国外借别人的肚子来了个喜当妈 还有华晨宇,看上去思思文文,好像来镇子风就能给吹倒似的 结果瞒着所有粉丝朋友,秘密和另一个看上去八端子打不着的人来了个喜当爹 这两件事还没能告一段落呢,就又来了个王思聪填狗门 王校长的事还没理清楚呢,无间少爷的扭曲私生活就被曝光了 随后,手铐,铢链一戴,扩上了手里捧着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的生活 于是把众多吃瓜群众给忙坏了,一边惦记着太空上伟大的三个宇航员 一边惦记着远在国外的运动健儿,还要一边惦记着娱乐圈的众多瓜田 好容易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争遇能歇歇的时候,又一条热搜从天而降 直接让众多网友当场呆愣,是的,就在8月9号 咱们记忆中那个涂着大红色口红,穿着花衬衣,甭管春夏秋冬都戴着红手套打扮俗气 又爱狗拿耗子多管闲式的象牙山女子天团,当家花旦谢大脚就这么离世了 对,你没有看错 著名演员乡村爱情谢大脚于月仙,不幸于8月9日入午12时在内蒙古阿拉善 因拍片发生车祸去世 由于当时辆车速度运行过快,出现了意外 而且这个消息,在于月仙弟弟余音接触,已经得到初步证实 死亡原因是于月仙乘坐的SUV车辆,与路上的两只骆驼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于月仙不幸遇难 这个消息一出现,瞬间空降各大搜索引擎热搜榜 你无数网友类如以下,理由也相当简单 这个离世的消息真的是太突然了 毕竟乡村爱情系列,在中国影坛上一直是一个谁也无法撼动的存在 从被众人群嘲的第一季开始排起,人家切而不舍地拍了14季之多,这也就算了 他还做到了演员胖到走样,甚至换人也不影响收视率 其中最有特色也最有人情味的角色,就是这个赵本山的妻子的表妹谢大脚 如今谢大脚没了,这乡村爱情时无可如何是好 这不以谢广坤作妖奇醒物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电视史上的奇迹该如何收场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小编金儿哥这么一琢磨,还真发现点不对味儿了 纵观娱乐圈这么多年,历史上出现过极其争议颇盛的明星意外身亡的事件 每一个故事的结局总归绕不开一个赵本山 为何数位明星意外离世背后背锅的总是赵本山 提起赵本山这个人,想必所有人都不会陌生 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获江湖大师赐八个字,天以贵人,降薪为用,啥意思呢 就是这孩子是个天生的富贵命,以后遇到贵人之后能飞煌腾达 如果他的童年经历要拍成电视剧,那最适合的剧名一定是铁灵板苦儿流浪记 赵本山五岁那年,赶上了大跃进时期,身子瘦弱的母亲为了能多挣俩馒头积劳成吉,撒手人寰 赵本山七岁那年,自个儿亲爹带了一个脱油瓶,连个香好的也找不着,于是一步做,二步休 趁着赵本山睡着,完了一出就地失踪 从此杳无音信 这下,赵本山彻底成了个,吃百家饭长大,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 但起源于江湖草莽的赵本山,还真就因了自己的命格遇到了第一个贵人 自己的二叔赵德铭 赵德铭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曲艺小能手,什么红白喜事汇报演出都占渔戏之地的大拿 也是看着自己二叔的倾囊相授,赵本山才入了门 也是因为模仿自己双目失明的二叔过于传神 30岁的赵本山进入了民间艺术团 一个民间艺术团的台柱子,怎么才能飞黄腾达跟演艺圈挂钩呢 莫慌,这第二个贵人江昆就出现了 偶然间结识的两个人颇有点惺惺相细的意思 于是就这样,江昆带着赵本山进入了春晚节目组的视线中 由此,赵本山踏上了一条一飞冲天的道路 从1990年开始,赵本山成了每年春晚的丁字户 观众们就说,你可以不看春晚的任何节目 但必须得看赵本山的小品,要不然都不算过年 也有极高粉丝储备基础的赵本山迅速翻身 在创作之余成立了本山艺术开发公司 还靠着自己的人气和当地各路老总搭上了线 卖木材钢材,不声不响地当了个美老板 就这样,赵本山在文化广告,影视三期全面发展 占了个盆满钵满,但懂行的都知道 木秀与林峰必催之 当一个势力发展得过于顺遂 触碰到另一个势力的大蛋糕时就要出事 果不其然,从这个时期开始 赵本山身上的麻烦事就开始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 其实,从1995年开始 赵本山和不明势力之间 牵扯颇深的消息就冒出了头 1995年9月2日 洛桑去世为赵本山的背锅之路掀开了帷幕 在这里,理者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位年纪轻轻就因意外去世的青年相声表演家 这个出生在康定能说会跳的小伙子 在那个国内取一团神仙打架的年纪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成为一个传奇 别人的人生三射而立 四射而不惑,五射而知天命 洛桑不一样 人家13岁就成了中央民族学院特招的天才儿童 18岁进入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21岁被著名相声艺术家尹柏林相众出道级巅峰 那会洛桑有多火呢 从数位圈内知名人物对他的评价 咱们就能窥探一二 相声演员尹柏林说 洛桑甲以时必定会成为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天才只有这么一个,你我无法复制 相声大师马基说 他是94年最后孝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就连油盐不尽 软硬不吃的郭德纲都自叹不如 都对洛桑一见如故成为了挚友 但就是这样一个未来一片坦荡苗子 就这样因为一场车祸去世 几个小时前还在摄影机前 都大家笑得洛桑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走了 当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在娱乐圈里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然后关于这场车祸的阴谋论 就开始在房间流传起来了 大家都说洛桑离世的原因不简单 是被有心之人故意设计的 一时间流言四起 而这个有心之人的帽子 就被扣在了当时同样火遍全国的赵本山的头上 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赵本山联合自己当地的未知势力 就来了一出先下手为强的戏码 即便是后来警方公布了洛桑之死 完全是因为当事人饮酒过多 也没能阻止这场阴谋论的发酵 远在东北的赵本山人在家中作 过从天上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了刽子手 直到洛桑的师父出面澄清真实情况 表示洛桑之死与赵本山无关 才堵住了悠悠众口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关于赵本山本身身上的黑料就越传越多 2005年老搭档高秀敏在拍摄《圣水湖畔2》期间 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 远在千里之外的赵本山 火速赶到现场 看着邻车泪如雨下 一边痛哭一边大喊 妹啊 哥来晚了 但就是这样的行为 又莫名其妙地成了众多网友口诛笔伐的理由 网友们纷纷表示 人家在世的时候 你见面就绕着走 现在人家死了 你又开始猫哭号自甲词贝欧 分分钟脑补了一处 多寿敏一位分钱不均财富气离开 最后为了维持生计 最后落下个过劳离世的下场 这一通分析下来 罪魁祸首又成了赵本山 2013年 赵本山正式退出春晚舞台 关于退出春晚的理由 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赵本山本人呢 是这么说的 第一 我听党的话 第二 我听老百姓的话 那如果大家还愿意看我这张老脸 我会奋不顾身的 虽然我的身体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不至于倒在台上 就是这么一番发言 大家都选择性 只看到了第一条原因 为什么一个艺人要跟政治挂钩呢 好家伙 是不是因为赵本山势力 真的不清不楚 所以才有了被春晚扫地出门的下场 其实人家这么说的原因也很简单 人家早就成为了辽宁省 取一家协会的代表 也是为了专心去做一些贡献 才有了这么一句话 你以为这就没了 其实更深的套路 还在后面等着呢 2017年 一名叫做人交的女艺人去世 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主要是这人家的离世方式 多少有点惊世害俗了 纵观娱乐圈这么多年的发展史 有人是病事 有人是意外 不着寸侣从酒店高处坠落的 也就基本上尤其仅有这么一号人物了 这样匪夷所思的死亡的方式 自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当时最吸引人眼球的 除了这种离奇的死亡方式以外 还有这名罪亡者的身份 所有媒体的标题大同小异 都标明了这位罪亡的女明星 是赵本山长得最好看的女徒弟 据当时媒体报道 人交去世之前 其实房间中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醉酒的当事人 明月杨旭文 前面众多事件铺垫 本身赵本山和东北魏之势力就被妖魔化了 这再加上这么一条 摸不着头脑的吃瓜网友就开始自行脑补 这人交真正的死因了 是不是人交被自己师父强迫进行一些交易 最后不堪受辱 自我了结了 是不是因为杨旭文想要通过 人交攀上赵本山这个高知 最后残忍被拒 契机之下一不做 二不休成为了柜子手 即便是最后警方和人交经纪员表示 人交坠落完全是因为醉酒后 意义是丧失 属于意外事故 也没能阻止赵本山被拖下水的下场 结果吃瓜吃到最后才发现 人家赵本山才是最无辜的那一个 这个传说中 赵本山长得最好看的女徒弟 压根儿跟赵本山毫无交集 就很离谱 毫无交集的两人都能被扯上关系 这幕后推手也是相当过分了 那么问题来了 娱乐圈那么多人为啥数位明星意外离世 被后总能和赵本山挂上钩呢 其实真相也很简单 赵本山当时太火了 他火到基本上一个人 垄断了当时的曲艺界 当一个人的成就或者才能过于伟大 就代表另一部分人走进了穷途陌路角落 没有错 娱乐圈呢 就是遵循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除非你有相当深厚的后台 或者是你成为资本主义的掌权人 不然你永远躲不过这种毫无道理的案件 再加上赵本山在大火之后 属实也膨胀了不少 有点不可一世的意思 这样的他自然成为不想以才华论英雄 想靠旁门邪道分一杯羹 好战之人的矛头所指 在那些人的眼中 赵本山的作品就是一些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产物 他们戴着有色眼睛 想要对风透正盛的赵本山泼龙水 想要从口碑方面毁掉一个自己眼中的对手 直到用流言蜚语将赵本山赶下神坛 过上紧小声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生活 逼着没有见过赵本山 对赵本山的人品也不想忘加揣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 赵本山在基层群体中的人员还是相当稳定的 为啥娱乐圈那那些匪夷所思的离开 都能和赵本山挂上钩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又不能明说 时至今日 赵本山全是给我们的小品 依旧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欢乐源泉 不管是什么时候 只要一回味 永远能够让人捧腹大笑 很多春晚的忠实粉丝会感叹 同样一句话 少了赵本山的小品 少了很多的年味和欢笑 后来我们记忆中的那些老一辈喜剧人 已经很难再看到了 也希望退居二线的本山大叔 能陪伴我们久一点再久一点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下次视频再见 再见